先打開吧 第十二歸,第十甲樓記念 玩具TV 阿嘉,我們這次一來開球是爆甚麼呢? 是這個千席鏈的鐵甲萬能盒 這個2隻 先看看 其實它這個系列已經出到第三隻 由帝王萬能盒,去到巨靈神 然後去到鐵甲萬能盒 這個鐵甲萬能盒的版本,感覺上不是平時大家所見 你看到它的本體也是比較像巨靈神的設計 是跟著它本身的千席鏈風格 然後它跟著一個以前從來都未見過的背包 這個其實是否用了大拳頭的萬能盒的形象去做 我覺得它是用了大拳頭的概念 但是很奇怪地它是不能夠變成大拳頭的 是的,雖然變不到大拳頭 但是它的手都可以有不同的玩法 它就給了你另一樣的Gimmick去玩 或者我們先看這個主體 因為它其實後面的幾支筍很實正 噢,這次已經很實正了 很實正,非常實 有玩過上次巨靈神 其實那個素體都非常之類近 我想一碰就是大腿位這兩件合金 可動就絕對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懷疑的了 千席鏈的可動級數就有 腰鑽全部都是有的 大腿這個裙甲位都可以打開 令到這個大腿可以提到最上 這樣接下去的 所以沒有問題 因為它扭其實很直角的 你怎樣扭都可以 你不用先扭橫再扭直的那些就不用的 如果我們喜歡玩Action動作 這個就非常之精彩了 它玩下去沒有什麼那種容易碰花的感覺 是的 也不錯 而且一來就 即是一碰就碰到地了 你會玩得很舒服 很舒服 有小小的磁石 有小小磁石 但其實主要都是用一個配位 這個朋友也可以這樣動 它裝回去之後 其實它這個設定也有另一個特別的東西 它有一個類似騎士的面具 很有趣 它裝回去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千席鏈子的原創設定 是跟著它這個背包出來 大家剛才看 它這個位置也可以動 用來避開拳頭 它直接按照火可以拆下來 是順位 它在背板裏做底件 令它托回裡面的翻紋出來 我正在看 我正在看 變成你兩個拳頭向前的時候 你可以推上一點 這樣就可以避到那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玩得盡情一點 然後萬能俠當然不少都有飛拳 拳頭是可以飛的 其實它的地台 大家剛才都看到了 它的地台配著有兩個支架 一個其實是可以用來拆飛拳的 可以拆飛拳 當然不是主要拆飛拳 但是可以拆飛拳 但它這個跟舊那款 在帝王萬能俠 不同就是它沒有跟到特效件 舊哥是有特效件 它的飛拳 它有兩邊的褲頭 我把它拆在這裡 它兩邊的拳都可以飛 我們現在先安裝一下 現在可以安裝一下背包 背包本身可以變成飛行形態 對 它本身是飛機 你可以試試看 它是 它全部放在後面 這個是機頭 它向後 手指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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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頗實 這個飛機也任何機頭 是不是這樣 按上下的形態 對 然後它這個飛機的形態之下 其實它也可以有這些東西換 即是它這樣的飛機形態 其實它這個東西可以挑出來 挑出來 它便換另一件 另一件有個裝備 然後它換這個裝備的時候 可以換上這個 就是一隻角可以放進去 對 它下面有一個配位 要看著 這樣便會有點心思 對 便會變成這個版本 這個有點像騎士感覺 對 有些騎士感覺 最精彩當然是它們結合的部分 對 其實它現在你會看到 背部有兩個孔 那兩個孔本身是有一個蓋子蓋著 所以如果你不想裝上它 可以蓋上它 就是插一個也可以 對 插兩個 因為它穩固一點 你會看到後面這裡有一件 它這件是建議你把它插回 因為它本身上面這裡 只是用一個單軸去做 其實你只裝那個 它就會有機會上下搖 很重 它這件另外裝進去 它跟著地台的包配件出來 它就會幫你卡住這個位置 令它不動 對 對 對 很穩固的 唯一一件事 我覺得差一點點 就是因為它你裝的時候 你的背部和胸部 就要成一直線 對 對 你會沒有腰部轉 這樣就裝 這樣 其實它說明書建議你 應該是先 裝起後再插件 所以剛才就說 它這件是避免你這個動 先裝上面 然後插了 然後就插下面這個位置 就要一些技巧和要給點力 可能是這個位置偷一偷 拿手指甲壓下去 這樣就推下去 然後這個位置也是要去安裝這件件 不知道拍不拍到 對不起 安裝完就會是這樣 它就會幫你剛好頂住了背包 哦 就是脫脫的 對 對 這樣就可以打開對翼了 這個背包我覺得 比拒凌晨有改良 因為拒凌晨的時候 它的背包有點重 有機會會掉下來 這次這個就好就正了 對 就不會掉下來 它其實就是用那個支架位 就是它加了件件 去頂住它本身 就是比較脆弱的部分 其實挺好的 就是沒有想過 它用外加件的方式去做 還有那件件 剛好其實是用來插地台的 亦都不影響我的外觀 這樣也很帥 真的很帥 這樣隨時拔插 其實都很方便 玩得 是的 它那個翼這些透明件 其實都挺漂亮 它跟胸部份做的方式是一樣 不過我經常覺得 千直鏈去做這些設計 其實挺漂亮 因為它那個斜面 剛剛很反光 反出來是OK的 除了這個孔之外 其實它這個翼是可以 每一格就拉一下 嗯 可以拉出來 要挺吃力的 不過我覺得 有些危險 我覺得 在這個狀態之下 哦 拉完之後 就可以像死神高達 啊 正 抖蓬回來了 這個真的漂亮 是的 可以這樣玩嗎 是的 可以拉出來 是的 有些像死神高達 這個真的帥 這樣嗎 扣扣扣 扣扣 不過這個官 我個人覺得 有點鬆 但我還是喜歡它原本 朋友號的狀態 是否可以接觸到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定住 但我們現在調整得不好 可以慢慢調整才行 除了這個死神形態之外 還有可以把所有手打開 噴射器有點像發炮模式 例如我玩這個 我會保持著它的膠 因為它是向後 它可以做到一種 前面的向後 後面的向前 有些皮複翼的感覺 這些可以拉下來 其實它的手 裝上去未必看到 但其實它的手 本身也是兩個關節 前面的水平傳 其實跟拳頭差不多 或者你可以說這個 基本上是拳頭的 其中一部分 是拳頭 因為它前面也可以拆了噴嘴 甚至是可以換手型 變成牽手冠陰模式 牽手冠陰模式 牽手冠陰模式 牽手冠模式 就可以這樣 下面這裏 也是好像手臂 外面這個膠 是一個雙軸 我喜歡牽手冠 也挺有型的 就是用了你所有的手型 對 變成不是全部開手 有些牽手 有些拳頭 然後它除了全手之外 其實它可以變成全劍 甚至是它本身自己的拳頭 都可以變成劍 這個很帥 對 我有些想起 以前玩小時候 我那個年代 那些人玩洛克人EXE 那個手是會變成拳頭的 這個手法很帥 對 你還是沉 但是我一用劍就不是很萬能合 這個我自己差一點 如果其實它給我多兩款拳頭 就是我全部裝拳頭 因為這個手比較尷尬 如果全部裝拳頭 我就很開心 還有劍都可以裝在翼裏 對 因為它的配位是一樣的 可以把四把劍裝上去都可以 那你可以調轉 你把手變成噴射器就行 就變成了洛克人 對 真的 立刻變成洛克人 立刻就可以 儲力 對 就變成洛克人 所以都挺有趣的 它挺另類 挺有緩味的 現在是派了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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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歡千直鏈這個萬能合系列 這個也沒有手機 對 我覺得它應該還會出其他顏色 會不會呢 還有其他顏色 對 不如出其他角色 繼續 還有其他顏色 那一隻應該都要 蠻合二號都未出 對 它應該是之後就會出二號 但我希望它會有甚麼新發生 我希望它會更改多些款 因為其實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巨靈神跟這款太相似了 變成購買肉會低些 如果接下來出二號 它的改變更大些 甚至整個形態更改變 就會很開心 這個是 我個人就差一點 但背包其實很吸引 我從來未見過這樣的設定 亦都 這樣說其實都很瀟灑的 你裝出來 那 看個人喜好 如果你覺得嫌這些太過重口味 就會變回正常的飛翅 對 變回炮都可以 好 時間關係 這是下一節 下一節是我們會暫停 我們會暫停一會兒 對 安全一點 如果想看那個解甚麼機 解甚麼機 具象解體 具象解體 具象機 不是 解體象機 OK 想看解體象機 不要走開 一會兒就來了